所以來看就是十五年前 這個空軍作戰 蘇聯報發生這個孩子 讓人監察這個案件 從這個台北的檢室來宣布 說要將這個署兵 康英酒以這個三人罪來起訴求行二十年 其實在這個過期 這個國際感染專家李昌宇 也要來協助這個港國興 這個案的這個感染的感染 李昌宇說其實透過這個現場的 這個張文的比對 那個時候就可能是康英酒所流的 港國興案當年透過自白 跟軍方採訪的一張衛生紙 因為上頭有港國興的經驗 還要監控中心的經驗 把政府中心發言 也幾個禮拜訪不是專家李昌宇 後來查出衛生紙館店 這是一般的體驗並沒有健康 而且是十五年來的會先噴到衛生紙 過一段時間才有港國興的體驗 黏在衛生紙館店 再變成港案主要病患的經驗 當時這個檢察官來找我的時候 我們重新在現場那照片做了一些評估 然後一些物證重新看了 包括一個木板上有一些 partial的削手印 所以我覺得那個是最重要的一件物證 所以那件物證重新檢驗以後 就發現了這是頻繁的主要原因之一 24號台北地驗宿以案發言到本書 唐仔館店有火的中文 零定可能就很重 以台人做起訴求興20年 學手印你有血 所以DNA可以做出來是死者的 然後那個手印上面有足夠的紋路 可以做一個比對 它是一個partial pump print 所以做了比對 就是跟它的紋路相同 雖然驚訝要比對 中文的時候發言 軍後印到無條的禁骨都打開了 加純送品 嚴格離倉育強調 並不會影響到禁骨的結果 他也認為 通過的所見 給港國興那裡的案件 會讓台灣的思法心盤 今天最改革囉 記者臺書君臨又向台北報道